我相信 你去做的你才知道 哦 原来如此 这个不是很困难 所以虽然我们到国外 像我每天都吃饭 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念甘露诗诗仪轨 然后每天我至少做很多次 我认识一个老和尚 他只要经过一条新的街道 他一定做一次 念短的做一次 只要转个弯他就做一次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我们慈悲很好的地方 哪里没有众生呢 因为佛陀讲的 佛陀说只要有地方就有轨道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不见得他会找你麻烦 只是说你跟他有缘才行 那什么缘呢 缘就是亲人 或是你过去对不起他 这个叫什么 来 冤亲在主 冤就是你对不起他 亲呢 那你本来就要报恩的 所以那我们就要平等的去做 认识的不认识的 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慈悲 整个佛教的教育的精髓 就是两个字 慈悲 如果有人说你是个慈悲的人 你应该放鞭炮 我终于成功了 所以当然为了要做慈悲的人 各位要修忍辱 什么叫忍辱 本来这家就会生气 但是我叫忍 能够把他透过智慧来忍耐 叫忍辱 忍辱不是强迫忍耐 是认为说本来是我对不起他的 而且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他欺负 所以我应该忍辱 这样的意思 那你要有智慧的了解 好 所以我现在要念一遍 而且修这个甘露私食以轨 不分在家出家 最好是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很单纯 那些众生就好喜欢 他不会怕他 老实说你要喂一只流浪狗 流浪狗都会怕你 所以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真实有悲心 他就不会怕你 那这个仪轨麻烦各位 以后我们下回会把这个本子 寄很多进来好不好 你才找我们那位师姐 跟他们要好不好 因为我们这次寄太少 还要拿去布里斯本 继续念 那这个仪轨很短 那你点箱就从全目都有了 请翻回来 十七页 诗无哲 意思是说我教各位 甘露私食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水跟米 那一个呢 就是直接点箱 那这个箱可以点多少呢 看你家后院有多大 你要点多少都可以 就要不妨害别人 那是佛陀说 你点一次以后啊 最好天天点 为什么 那些众生都排队在那边等 他不会侵犯你 你放心好了 因为你对他们那么好 只是那些 那些鬼王啊 就像流浪狗 你喂他我也习惯了 他会守在你门口摇尾巴的 他不会伤害你 甚至会保护你 所以你放心好了 因为佛陀说 慈悲私食的人 所有鬼王 罗刹 皆尊敬畏惧你 不敢接近你 除非是你欠他在的 你跟他有缘的 他才会拜托你 就像你的小baby会黏你 但是别人不会黏你的 他在肚子饿也不会黏你 所以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这么好 他们不但不会伤害你 还有一个点 为什么 来 一切满怨 也就是说 你希望你先生发财啊 你希望他买到好车子啊 你希望他找到好工作啊 你希望他考试顺利啊 你只要慈悲帮助这些 孤魂野鬼 没人帮助的 他们一定满你的愿 因为这是他对你的感恩 因为他一百七十万年没饭吃 没人理他 现在你给他吃 他可以升更高的天 乃至对天神 他对你护持力就特别大 所以台湾人很喜欢拜这个 没人拜的 我们把它取名叫万善公 那些黑道都抢的做主委 为什么 有求必应 黑道就是要赌博 走黑路他一定要鬼帮忙 因为你帮助自己 因为这是佛经说的 所以我想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经常在门口坐一下 好不好啊 这是我这一次来的目的啊 我记得我们应该过去都是印第安人 喜欢放一点火啊 烧一点烟啊 去布施啊 去供养 这个意思吧 好 那现在要念十七页下面 施无哲 无哲就是没有障碍 你的布施 虽然你只有点一滴香 虽然你只有一滴水跟米 放在你家门口 但是再远的非洲 再深的地方 都可以吃得到 叫无哲 叫施无哲 所以念咒的力量很大 所以念晚上 你讲 如等鬼神众 我今师如共 此时便时方 一切鬼神共 Om Muli Nin So Ha 请看前面 你念要念七遍 然后 Om Muli Nin So Ha 手要往下 就流出黄金珠宝 一切他们需要的 Om Muli Nin So Ha 要念七遍 天人鬼 阿修罗众生 通通得到 来 Om Muli Nin S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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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坛子 飞得更远 来 1 2 3 好 谢谢各位这么专心 我别想 要想 这个就是修行 所以有时候你静下来 你就开始为他们想 嘴巴念 Om Muli Nin So Ha Om Muli Nin So Ha 他们就一直 一直一直 一直坐在莲花 小莲花变大莲花 你再给他累积一点功德 先替他们布施水 一个佛教徒 没有无聊的那一天 因为众生无边 佛法无边 永远度不完 所以永远在努力 所以找到永恒的生命 就是慈悲 慈悲 生生世世 愿意趁愿慈悲再来 所以大家就培养这个习惯 再来七佛如来 这七尊佛 听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脱离地狱道 鬼道 出身道 第一尊念一下 南摩多宝如来 当愿众生 永离贫穷 得大富贵 永离山徒 未来成佛 所以各位要慢慢会 多宝如来代表 永远脱离贫穷 永远让他们有钱 听到以后 现在脱离善恶道 将来成佛 要不要发财 所以当然要 再问一次 要不要发财 再念一次 有钱真好 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众生 有了钱 你可以去帮助所有老人院 好不好 所有孤儿院 所有要杀的牛 都把它救下来 我们已经救了 两万八千头牛 虽然听起来很多 一年杀了都超过这个 一个月杀了都超过这个 整个世界 你没办法 除非你很有福报 所以各位要修到像佛一样 黄金铺地 七宝流离 极乐世界 几千百亿众生 装进去 一点都不嫌多 这样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佛 修的福报 那你要修到这么大的福报 要多长的时间 三大阿僧奇解 那是没办法算的时间 生生世世 在布施 持戒 忍辱 奉献 最后圆满成佛 所以佛叫无上福天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但是这也是我们学佛的目标 学佛为了成佛 这样才能够真实帮助众生 所以每天都要 现在虽然我们不是佛 你有信心 你有悲心 你为他们念 他们就得到佛的加持 所以保圣如来代表 消业障 马上升天 那妙色圣如来代表 永远脱离丑陋 所以各位有一次 我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小和尚眼睛跟我讲 师父 你住那个房间 有一个女鬼 哇 长得很丑 他就跑掉了 那我怎么办 师父怎么可以跑呢 我又看不见 但是我就跟那位女性的众生说 现在啊我来帮你念 第一个让你漂亮 对啊 那么妙色圣如来 第二步我观想衣服 第三次我布施食物 然后很多东西给了 他隔天跑来就扫上 师父我跟你说 你房间那个鬼啊变得好漂亮 我说那来呢 他想跟着你 我说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所以怎么办 赶快超度 到了第三天 他又来了 我说现在呢 师父 他没跟着你 他在你房间的 头顶上的天 天天在保佑你 我说这样还不行 认真到第四天 送他去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 我虽然看不见 但是我相信就可以改变 对不对 他丑陋了这么久了 让他变得这么漂亮 他不爱你还难呢 对不对 他跟着你 但是要让他有福报 当然也不可能说一下子啊 如果能够在七天之内 就完全让他去净土 那多好啊 但是你只要相信 所以因为这样 我做了这么多真实的实验 我都一点都不怀疑 还有一次我去布丹 我看到一个树很漂亮 我就 嗯 好美啊 那小我上 师父 你为什么要摸 没穿衣服的女人 有吗 我有吗 刚刚那个树还比我看 你看她像不像女人 有啊 她就是一个女树神 很美 没穿衣服 你还给她摸一下 以后我不敢 阿弥陀佛 这真是如此 所以后来在布丹 没有公共厕所 不知道跑去哪里 两个找到老半天 都有人在看 所以各位 所以佛陀自定 出家人你只要上洗手间 或在家 你一定要找房间 你一定要这样 你这样 就通知他们 我要上厕所 请你们避开 对不起啊 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那这些 如果你慢慢了解了 你会觉得 这个世间真的是 不是你眼睛看到的 这个世间 你会看到一些 很美的 不可思议的 所以佛经有说 树只要超过一个人高 这个树就是天上人的别墅 所以天上的神 要回到人间 就住在树上 然后一个人以下的 是鬼在住 鬼在住 所以最高的树 为天人别墅 他会回来人间走一走 因为天人可以 随时回到人间来 来探望他的家人 如果你让你的祖先升天 至少你得到一个福报 什么福报 有钱 因为你的父母 一定会照顾你 这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的父母 你没有超度 他做鬼 你也会穷 因为他也会回来求你 因为我很穷 所以我想各位 原来你孝顺的父母 就是也是对自己好 能够帮助众生 那更是对自己最好 不是为了自己好 而去做 佛教所有功德来 愿以此功德 是回向给众生 得到这个功德 我们只求一个 成佛 好不好 如果你这辈子一直修行 你没有回向成佛 你下辈子变成一个 最有钱的人 对你就浪费了 有钱你就会造业了 你下辈子变成一个皇帝 你有可能就会杀人了 你下辈子变成一个天神 你就不会修行了 因为天神很傲慢 很快乐的 天上的神 最讨厌人间的人 为什么 因为除非他必须要回来看你 人身体会发臭 天神身体没有臭的一天 衣服不用洗 天衣无缝 头发不用烫 天人的身体 他头发像花一样 他永远手上 每天戴的是不一样的戒指 比如说 你在某一个地方 布施石块 帮助穷人 你升天以后 你又多了一个 不一样的戒指 一件扇形 一个戒指 天上没有地心引力的 所以每个戒指 不用挂钩了 都在你的房间 都扑在半空中 今天带这个 明天带那个 这样 所以天人都互相羡慕 不嫉妒 哇 他又做了什么善事 我也要去做这个善事 我就会有那种 漂亮的东西 所以天上的人 很喜欢到人间做善事 而且天上的神 看到人间做善事 他就很高兴 所以各位 你做了善事 也要回向天神 天神 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他们很喜欢富贵 这样而已 所以扶持佛教 最多的是天神 上帝 玉皇大帝 所以释迦牟尼佛能成佛 都是由天神帮忙 四大天王 带着佛陀出家 对不对 然后玉皇大帝